哈尔滴 各位請問一下 在老天門又來了 那今天這一集也是回饋我們頻道的粉絲 那這個Apple Watch Ultra的這個保護殼 其實我都也都開箱評測完了 所以就想說也比較少用 那就都送給頻道的粉絲 那你就是這頻道簡介就是 最先聯繫到我的你就去選你要哪一個 那如果被人家先選走 那你就沒辦法 那如果你有收到的話 你在留言跟我們說 你覺得這個殼好不好 這樣子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比較少 我都喜歡用原廠的這樣子 比較少用殼啦 我就是搭配一下這個金屬的錶帶 或者是原廠這種不鏽鋼錶帶 所以這個就送給你們 那其實這幾個都很好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是快速介紹一下 這個是U-NEW的這個 這個保護殼 它這個保護殼裝下去很漂亮 很大一個 而且它的有這個橘色的按鈕 而且防護性啊 整體都非常好看 而且它裝下去以後 它的這個表面會變大 很像那個有一個品牌的手錶 叫什麼Friday還是什麼的 就是 變得很漂亮 我忘記了 不知道是Friday還是什麼 Fig Tea什麼的 忘記了 反正就是它的表面變大 所以這個是比較 金屬質感的 另外這個是JT Legend JT Legend的這個就比較塑膠感 它是星光色的 不過JT Legend這個我覺得也不錯啦 就是偶爾 偶爾如果說你的這個 你有這種霧面的錶帶啦 或者是可能就是你這種白白的這種錶帶 它也是可以去裝這種錶殼 其實也不錯啦 JT Legend這個其實也蠻漂亮的 星光色這個 這個錶殼也是有一點看起來像金屬啦 只是說它比較塑膠感一點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 Spegan的 Spegan的這個就蠻酷的 這個是它是直接錶帶已經跟錶殼已經附在一起 這個運動型的 這個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很常運動的 這個我也是非常推薦 它是直接就裝上去的 而且它裝下去以後 我覺得很酷啊 它的這個整體的都非常的酷 而且它四個邊是有防撞的 它整個表面變得很大以外 就是很像那種 你們以前買的那種G-Shock或什麼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這種運動型的 這種一體成型的錶殼 那也是沒關係啦 就割舌給你們用 因為我比較常用金屬的 所以就是這樣 那你們就是去聯繫我 如果這三個看你們喜歡哪一個 你再聯繫到我再跟我講 我就送給你們 但是我是希望每個人就只選一個啦 你不要說三個都要 所以我就有開放三個機會嘛 那如果你沒有選到你最喜歡的 就是你就選第二喜歡的吧 好不好 就免費送給你們 好 那也感謝你們的支持喔 好 那剪子一集就到這了 就不會呢 就算是 你會不會說